今天讲的有几种的富裕的方法 第一个我们要评估它的小苗到底数量够不够 然后呢看它的小苗跟种类到底它有没有办法 透过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来回复森林 但是在掩涕的过程当中 前段的这个前棋掩涕森林在恢复的前棋 它会拖的时间会非常久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缩短前棋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可以看到山上在开垦的地方 它废弃掉之后它出现了很多次芒草 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缩短这个前棋 如果以这片森林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刚刚讲说小马如果依照西谷的类型 想要在这样的相类似的环境 想要进行富裕的话 它并不是要把西谷边坡种好跟种满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叫做骨干树种 所以你如果是你的话 这里的骨干树种你会选择谁 谁 白龙 所以我们有跟大家提一个 因为第一天时间的关系没有放给大家看 我们在山林富裕协会在南投的物色 有一个水蜜桃园 他们费根掉之后呢 我们就参考了泰国青麦大学 他们用的骨干树种 然后呢长上去之后你看这个白龙它上去之后 它的树冠一打开就产生了什么遮阴的效果 这些遮阴的效果呢这个蕨类或者其他的物种就会进来了 所以呢骨干的树种 你可以看到这个骨干的树种相当于我们房子的柱子 我们房子的梁 当房子的柱子梁进来的时候 这里的环境就因为这颗白龙就全部改变了 但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想想想一下如果这个森林这个白龙消失了呢 这里的环境也因为白龙的消失而垮掉了 所以呢这个白龙就会变成是非常重要的 白龙就变成非常重要 但是白龙它不能单独的生存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它恢复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协助它伤口好的比较快 就是我们刚刚新衣不是在旁边寻了一圈 包括了像披增叶馒头果啦菲律宾龙啦 这些大叶蓝啊 你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我们讲的组成 你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把这些五六种的树木组合在一起 种在这样的环境下 然后呢当它长大的时候 环境一改变 其他的植物你不用去种它 它自己就会回来 环境只要恢复它就会回来了 这个富裕的方法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加油